你们期待了很久的 英特万林默和英特万专家园 已经来到现场了 那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因为听说你们今天 就是除了这个嘉宾之外 还有其他的身份对不对 有什么身份 我是淘宝造物企业 2021年代表英特万林默 代表的是蓝鞋猎人团 我们的首服 然后对自己应援 加油 我是淘宝造物企业 2021年代表英特万专家园 代表的是红甲骑士团 哇 你们俩所以今天 这个一蓝一红的这个look 一进来我说 我突然间变得好寡淡 特别有意思我觉得 没有没有没有 你们今天是专门 就是为了自己代表的圣役 你做这个搭配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今天呢 其实你们刚刚已经在 整个在我的现场 逛过一圈了是吧 对 那感受怎么样 人很多 大家很热情 但是也要注意安全 然后很多商品 真的是好新奇啊 好好看 太好看 那其实呢 我看到就是整个在这个造物节的现场呢 有非常多好玩的东西 另外我们一会儿其实会有一些 特别有意思的游戏环节 就让你们试吃一些 可能看起来是黑暗料理 但其实味道非常神奇的食物 你知道吗 OK OK 没问题 好 那我们现在呢 首先就是因为这个整个造物节的现场 叫仪式的宝藏嘛 然后现在有一个宝藏 已经在我的手上了 那我现在来考一下两位 你们知道这个魔方 看来这是一个造物节的魔方嘛 这上面有三个元素 你们能知道分别代表什么吗 来给你们先一人一个玩具 静视眼和那个爱迪生和那个 收验证码的工具 什么 圆圆来打一下 这是静视眼 然后这个是爱迪生 然后这个是 收验证码的工具 圆圆来打一下 我看看还有没有更离谱的答案 他肯定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我这个离谱 这个就眼珠的 他脑都没有了大 眼珠的 然后这个是 你看很一般 你现在是实物解读 就你看到什么 再说什么 你可以发散一下 想想是什么 三个是睫毛的眼珠的 哎好一般 太一般 脑头跟我比文章就差太多了 然后这个是就是无语 三个省略号嘛 来点点 然后这个就是 这是啥 你咋不说钥匙孔呢 对对钥匙孔 连这个都要 好 我跟你们来揭晓一下答案 我们现在呢 这三个东西 一个是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呢 其实就是代表着这个 我们造物节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洞察力 洞察力的感觉 听人家这个延伸的意思 这个其实也很好 然后灯泡呢 其实是 灵感 对 就是在脑子叮一下出来的 对对对 就是爱迪生 灵感 然后另外我们最后这个对话框 其实你们也是经常上 这个淘宝的时候 可以知道它就是沟通的意思 在对对话框里面沟通 所以洞察 灵感和沟通 这三个关键形呢 其实组成了这个三角 就代表了我们这个 造物节创造力的桃子 然后最终凝结成了一个 就非常有这个力量的一个形状 那它整个就是造物节的logo 的这个含义了 所以大家如果是 感兴趣的话 是不是在现场 应该也可以看到这个 因为我们最后呢 其实会有一个小小的环节 让造物节的这个 算是小吉祥物吧 有一个更加深远的意义 所以一会儿你们可以期待一下 那我想问一下 你们刚刚是不是整个体验了 这个密室的环节 感觉怎么样 这个地方的装修啊 真的是很爱 装修 装修是什么 就是它很多那个 就是很多那种动漫的人 我给它做成那种真人的 然后就好好看 我刚才看到 有个那种吊起来的那个人 他腿被砍掉了 这个好像有点 就是它 那大家期待一下 来现场 真的很好看 他们猜得很瘦什么的 然后还有好多 我去那个VR的那个地方 就那个恐怖的那个 纳凉房 对 那个恐怖吗 有 我就烧了一炷香 一点点 有那么一点点 我上了一炷香 其实我当时我看 虽然说我是走道的 但是我是这么走道的 你又闭眼 所以你们平时去密室的时候 也是那种会闭眼玩家吗 怎么去啊 我都睁着眼睛去的 那你是铁毯吗 鬼来了我就这样 他腿高好像 没有没有 就是怎么讲 我其实我是 现实中我不熟 但是我玩那种网络游戏 我就会比较害怕 现实中你不怕玩游戏 所以你敢看鬼片吗 也不敢 我敢看鬼片 但我不敢玩那种恐怖游戏 所以你跟木木去密室的话 他是坦 然后你是 我是下NPC 我当然 你下NPC 对啊 那你还OK啊 我自己 好等等等等等 给留点面子 留点面子 好的 那你们自己去感觉到这个 就是去试了这个VR的鬼屋吗 你觉得跟传统的鬼屋有什么区别 它这鬼屋 它那个手柄我好喜欢 它手柄跟那个破终的不太一样 它整个去那个用VR的效果 手柄这样走得好 感觉还蛮神奇的 而且它里面就是那个书之后 它拿起来之后 你往近了看那个字 你也可以看进去 就很很真实我觉得 而且它其实很有代入感 我觉得就是 就是一开始带上去 还是觉得 这就是个游戏嘛 有什么的呀 他刚才跟我说 我吵不过气 吓到了是吗 对然后 这种游戏嘛 然后过了两分钟 我觉得感觉这事不对了 这开始这个事情 开始变得诡异了 可以买一个 那你在现场 因为有太多人围观 所以只能不做镇定的 对我就是 我在走 哎我不怕真的 不怕 我第一次 我听说有人闭眼玩密室 但是我第一次听说 有人闭眼玩VR的 VR要怎么闭眼玩 很厉害很厉害 其实你可以就是 回头找一副这个VR眼镜 回去自己体验一下 锻炼一下弹量 之后可以跟默默去密室 然后一起下NPC好吗 好的 那这个现场 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VR鬼屋之外 还有一个真香酒楼 你们也去试吃了是不是 对 吃了那个透明汉堡 透明汉堡 那个我一直很想吃 那个怎么样体验一下 去试一下吧 我感觉我去个 很没有掌握见识的人 一直在这边 臭味汉堡 它就有点像是那种 果冻类的 然后还是汉堡味的果冻 怎么说呢 就是 那个味道 就是它的其他事都可以 但是有点像 吃汉堡的时候 都吃了一口果冻的感觉 对对对对 那这个感觉还挺神奇的 是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对 但我有一个特别想给你们 我们可以给他们试一下 那个折耳根吗 你问一下 因为我有一个特别想给你们尝的东西 虽然他们现在就说 我们时间有点赶啊 但是 我非常喜欢你们试一下 有个叫做折耳根果冻的东西 你们平时吃火锅会点折耳根吗 我不吃火锅 什么 随着我火锅店折耳根 我们都是凉拌吃 生吃 就是拔起来就直接吃 你真是有真正的有事 没有 我家里 我姐和我妈喜欢那么干 但是你不能吃 是这样的 她是同庆人 她是火锅能理解吧 我东北人我吃烧烤吧 也是 所以东北人 比如你们俩如果出去吃饭的话 比如会一个想吃烧烤 一个想吃火锅 然后炒起来 没有 我们一般都是吃什么 那个就是 特别神奇的那种料理啊之类的 但是也不会吃这种家乡特产的 都吃腻了 都 都真吃腻了 就是觉得家乡特产 我们已经从老吃到大 想吃点其他 好 那既然话摆在这里了 我就让你们尝一下 这个 你莫说他们家非常喜欢吃折耳根 我觉得折耳根 因为还是挺需要勇气的 但这个呢 是把折耳根做成一个果冻 对 很有意思我觉得 鱼心草百合果冻 我吃过了很久 我才知道鱼心草和折耳根 是一回吃的 你这样吗 我以为是两个东西 形容一下 尝一下 形容一下 好吃 好吃 真的吗 不会腥吗 吃起来 分享一下你们的试 就是尝过之后的感受 这上面写的是个很人 一点折耳根的味道都没有 这是果冻本人 这是果冻 但它的果冻的味道 嗯 就跟普通通通学过果冻 不一样 它这个果冻感觉更加贴近那种 更远的感觉 你没有觉得现在默默整个人 就进入那个美食点评的状态 就是它的果冻的那种制作过程 层次感要说出来是不是 对很舒服 然后它加的那个果冻的那个调料配合 相当好 哦 然后那个加上它的原材料的选拔 我觉得 天呐 既然不是黑暗料理 成熟的时间达到了三个月零七天 我觉得非常的好 既然不是黑暗 我发现你就是 那这个很好吃这个 我发现如果把你放在一个地方直播 你大概可以自己说二十个小时 不带停 二十四个小时 二十个小时 不带停 它一天能说二十六个小时 真的真的 那需要那个 那真的很好吃 但它没有那个鱼心草 我刚才还挺怕鱼心草 好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 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环节 也是我期待了很久 就是我们准备了一些猛宠 但是你们要通过自己去摸一下猜猜是什么 可以啊 来 就是那种毛盒吗 对是 我不是毛盒 但是就是给你们做了一个 对让你们尝试 我最怕这玩意了 来吧来吧来吧 挑战我们圆圆勇气的时候到了 我先来吧 你先 不然你先吧 你先吧 你别往里看啊 你别往里看啊 这有什么可怕啊 我都想知道啊 这有什么 我都已经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是个毛弱玩具对吧 圆圆你不要信她 她在骗你 她想让你摸 你来试一下 你来试一下 那我先摸了再说 摸了再说 摸到了吗 摸到了吗 我们这都是第一个 摸摸猜是什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是演的吗 这么一点都不可怕啊 不是你是演的还是真的 等一下 她动了刚才 对就是 你不是说什么 我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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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我怕我怕 你远远来远远 哪儿真小 天呐 我绝对不跟你去鬼屋 我会被你吓死 啥也没有啊 就啥玩意 再往下 她动了 我的手 我的手 你的手 你要滑到了 没有没有 是你呀 小宝贝 好可爱 给你们看一眼 是我们这个特别可爱的 可尔鸭 看到吗 对的 还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可尔鸭 但是莫莫你刚刚真的是 我再也不相信你说你自己是铁塔这回事了 要我摸一下 来来来的太及时了 是不是很可爱 叫一个 他不会叫 他会飞 你干嘛叫一个 人家是很优雅的小鸭 不会的 因为前几天我还在网上 就是看可尔鸭的这个信息 是吗 对对对 可尔鸭先忙 很可爱这个东西 对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就是 理智养宠物 或者是如果你特别喜欢的话 你可以到一些有可尔鸭的店里面 去看一看摸一摸 对对对对 也是很好的 宠物一定要负责 一定要负责任的 一定要负责任的 好 那我们这个感受完了 可爱的可尔鸭之后呢 我真的是 我本来可可爱的看着他 突然间被 我也是 不是 我以为是那种毛纹玩具 对 我以为就是毛纹玩具 就大家玩来 然后一个般会 会动 我又起问 我不是摸了地上吗 他没动 不是你记得 你问题是你前一秒刚说 我去密室就是下 下鬼山 不是 密室跟毛和不一样 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坐在某旁边 比毛纹那鬼屋都吓人 我刚很怕被他肘击到 好了好了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环节 然后就是我们的 这个扭蛋包 因为我们其实 造物节有 你们俩是真心的很爱 这个 喝两个饮料 对 然后我们因为知道 你们两个人 其实平时拍大片 拍的也蛮多的嘛 就虽然这个 私下看起来好像 没有怎么很喜欢凹的样子 但是一到拍摄 这个劲儿立马就起来 对吧 那和摸 就是一定 然后呢 我们今天在现场 给你们准备了两个 非常非常可爱的 今天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造物节的 这个吉祥物 然后我们今天 给大家准备两个 超级可爱的扭蛋包 然后要让你们俩 用这个扭蛋包 去做一个时尚的连拍 默默是不是大话 又说在前面 这个鸭子最近就是 脖子有一点肿 需要去给它消个肿 就可能吃盐吃多 是不是 好我们现在这个包 因为它是可以背的 然后也可以提 但是因为这个空间的关系 你们俩就是 可能不能站起来 对吧 所以你们先 你说吧 这个足够了 我怕你多不能养得起 就是这样 对不起 新时忙 新时忙 好了好了 那我们现在准备镜头 你们先研究一下 想想自己的pose 然后我们镜头对准两位 只有一次机会哦 五连拍哦 五连拍 来吧 来吧 可以了 看 这个机会 这个这个 OK 来好 我们机会已经对好了 五连拍哦 准备这个镜头 来准备 一 二 三 四 五 好的好的 我想我俩和别的 一样的pose 对 你们最后有一个 非常可爱的定格 蛮好玩的 蛮好玩的 好 那个默默刚刚 表现的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反应速度也很快 然后圆圆刚刚就是 属于整个变化 我觉得你们俩穿的 一红一蓝的这个造型 然后两个人刚去打这个配合 特别特别好玩 看起来 好的 那我们大家的 在看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也记得要把截图 刚有截图吗 如果没有截图的话 晚一点可以看我们的回放 因为我们其实今天直播 会持续非常久 然后一直到晚上七点的样子 很长时间 对的 很长时间 所以我们就是 你们一会儿去接着玩 然后我要在这边继续直播 所以有空的话 大家一定要记得 要关注我们的直播呢 可以把直播分享出去 对不对 因为后面还有些礼物会 抽送给大家 那今天造物节 其实是一场 现场就是一个大型的密室 我进来之后看到那些 贴在墙上的东西 就很兴奋 就一下子很想开神经 感觉自己在参与一个冒险 对 没带钱包 这没事 你要买 要下什么单 我们直接 俩鸭子也挺好 一会儿直接在我直播间下单吧 好吗 然后我们其实呢 就是整个是一个大型的寻宝 所以其实挺费脑的 你们一会儿去玩的时候呢 其实也会体验到很多 不同的环节 和一些需要 动脑筋 去解谜的环节 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会给你们送上两个 送上一个小礼物 啥呀 在怀疑我们的智商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那个小礼物一会儿 结束了给你们 其实他们给你们准备了两盒 不是真的怀疑我们的智商是吧 没有没有 不是提醒你们该补脑的意思 是为了让你们先 这个 让我们盘是吧 对对对 嗯 给你们盘着玩一玩 这这 这古玩的最高级那种盘纸皮盒头 我就知道 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说 如果你们拿到盒头之后 可能第一时间不会想到吃它 它先会盘起来 果然远远就快速盘起来了 可以 好的 那我们呢 在现场其实有这个造务节 刚刚跟大家讲过了 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玩的 带着造务节logo的魔方嘛 然后也象征着我们这个造务节的 青年创造力 是这样的一种精神 那也是想让这个 小莫和小元 能够在这个魔方上面签下你们的名字 这样我们造务节呢 会把这个魔方做一个永久的留学 好不好 好 来 现在抹放上 可以现在抹放上 不要转动它哦 可以的 因为这个要保持一个完整的 一定没有问题 要提前跟你说好 你留很久是吧 对 要保存很久 就会做一个远久的收藏 可以先签一下 是不是也能传到我家里边 哇 你好幽默呀 那我去哪里 主要是人家留在造务节的现场 好的 我真的好细心啊 小莫拿到这个还吹一吹 我也把它小心一点收藏 因为之前我觉得这个就是浮到很多 浮到是不是 好的 那我们这个造务节的魔方呢 也有这个 小莫和小元签好了 放在这里了 他会在这里做一个造务节的收藏 那也谢谢大家来观看今天的直播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时间有限嘛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讲到小莫之后 也会在这个现场 再稍微玩一玩 对不对 之后也可以持续关注两位的作品 那也想跟大家说 就是造务节 我觉得真的是人生必逛的一个展览 实际 太特别了 很多心情玩 平时生活中都遇不到的 是的 可能你能遇到 但是你能在一个地方遇到这么多 可能就没这几回 是的 而且就整个现场大到 就你逛到出不来 就真的是沉浸式的一个逛展 所以是一个大型的青年创造力的展览 所以希望在这边遇到更多的 有创造力的年轻人 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活力 对不对 对 好的 那谢谢小莫和小圆 如果是各位冰激凌 还有圆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持续的在这个 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也可以持续的关注 他们两人的作品 最后 我再代表这个粉丝朋友们 给你们一句话 大家所有的人都说 非常非常想看你们在 开图微小视频 图微小视频 我觉得人生需要转折点 下次我们就高级小视频 那不如你们来个Vlog吧 因为大家吹Vlog 也可以啊 可以啊 筹备一下吧 筹备一下 好 那我们期待一下 这个 李莫和张家元 即将上映的 就是由图微小视频 升级版的Vlog 高级小视频 高级 真的是那种 就是国际型的那种 那种 我第一次听说 国际型图微小视频 好的好的 期待一下 那回头见了 那我们就直播继续 咱们先中插一下 替一会儿回来 好不好 OK OK 辛苦了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 直去关注我们 直去关注我们 关注印图案 关注印图案 关注原始型